据传,古人曾说黄河之水天上来,这句话似乎传承了千年,但当今现代人们对于这句话的信仰也许需要重新审视。 最近,黄河的源头终于被找到,而它的大小却让人惊讶不已,只有碗口大小,被列入保护区,不让任何人靠近。 黄河的源头究竟蕴藏着怎样的秘密,或许只有通过更多的科学探索才能揭开这个谜底。 黄河这条远远流长的河流,其源头的真正位置引起了人们长久以来的好奇和猜测。 黄河的源头通常只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的黄河流域,但如果更为严格的区分,那么真正的源头应该是位于青海、约谷宗列小水坡。 这个小水坡之所以能够成为黄河的源头,与其所处的特殊地形和气候密不可分。 这里是一个高山盆地,雨水稀少,无法形成大湖泊,但因为地下水和冰雪溶水的不断补给,黄河在这里源源不断的流淌着。 不过,曾经也有人将星塑海当作黄河的源头,但实际上,这只是黄河流经的第一个停靠点,而并非真正的源头所在。 星塑海虽然被称为海,但它并非完全是水,而是一片低洼的盆地。 无论是从广义上还是峡义上来看,黄河源头的位置都给我们展示了大自然的神奇和多样性。 在青海的星塑海中,自然景观壮丽,草木繁茂,是自然爱好者的天堂,但事实上,这里也是黄河流域中一个重要的地点。 在星塑海中,水气充沛,当中的低洼地区也是的水源汇集,这成为了黄河的第一个加油站。 而星塑海当中的江根堤如冰川,更是黄河水源的重要来源之一。 然而,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加剧,星塑海的情况也在发生改变,大面积的草地开始干涸,原本满目绿域的景象消失殆尽。 同时,江根堤如冰川也在不断退化,失去了对黄河的重要补给作用。 这对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而言,无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。 黄河源头是世界上少有的自然保护区之一,也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生态区域。 为了保护黄河源头的环境和生态,不让人靠近,已经成为一种必要的措施。 因为黄河源头是一个自然环境极其脆弱的区域,一旦受到人为干扰,就会对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。 而这种破坏,不仅会影响到黄河源头本身,还可能会对整个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。 因此,不让人们靠近黄河源头,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这片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,也是为了让黄河继续流淌下去,成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。 黄河源自然风光壮观,绝对是旅游爱好者的心中圣地,然而虽然这片区域充满着大自然的魅力和神秘感,但是这里的环境却是异常脆弱的。 黄河源周围有许多珍惜的野生动物,它们生活在这片广袤而恢弘的土地上,维系着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。 可是,如果有大量游客进入这片区域,动物们的生活环境将会受到威胁,有些甚至会面临生存危机。 此外,人类的干扰也会对黄河本身带来巨大的风险。 一旦黄河发生改造,或者被严重污染,将会给周围的居民和生态环境带来无尽的灾难。 因此,为了保护黄河源的生态环境和珍惜野生动物,相关部门实行了非常严格的管控措施,任何人都不能进入黄河源。 这也让这片神秘的土地更加神秘,更加吸引人们的好奇心。 黄河源周围的沼泽很多,地下水资源也十分丰富。 这些沼泽地不仅深陷危险,还充满松软的土壤和淤泥,即使不被淹没,行走也异常困难。 而且,这些地方通常人际罕至,一旦陷入其中,也难得到帮助和支援。 如果不小心被困在这些区域中,生怀的几率很低。 在这个区域,手机信号通常不可用,一旦遇到危险,难以联系外界。 即使有幸成功呼救,等待救援的时间也会非常长。 而这段时间内,遇到野生动物的风险也会大大增加。 想象一下,如果黄河源开放旅游观光,那么每天会有大量的游客涌入这片区域。 这会为周围环境带来极大的压力,例如空气和水的污染,垃圾等等。 而且这些破坏是非常难以挽回的。 此外,如果这片区域开放旅游观光,很可能会打破原有的生态系统, 对周围的动物造成不可逆的损害。 而如果黄河源成为自然保护区,那么就可以让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到更好的保护, 保留更多的自然景观,也为未来的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基础。 因此,将黄河源作为自然保护区的建议是非常明智的。 这不仅有利于环保事业的发展,也符合中华民族对自然的敬畏之心。 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,自然而然的引起了人们的探求和研究。 在历史上,黄河源的流通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。 在汉代,张谦出使西域之后,人们开始认为黄河的源头在昆仑山, 注入黄河的上游地区,如今的罗布泊。 这个新的说法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和讨论。 在唐代,李靖等人前往西域途中,发现了一个神秘的地方,那就是兴肃海。 这个地方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,直到唐朝的使者刘元鼎开始对黄河源进行考察。 他经过长期的探索和考察,认为兴肃海才是黄河真正的源头。 随着时间的退移,由于气候的变化和人类的不断干扰,黄河逐渐失去了他昔日的繁荣与辉煌。 为了缓解老百姓遭受洪涝灾害,清朝政府派下了使者拉西前往兴肃海,希望通过祭拜和神来化解黄河带来的祸害。 尽管拉西在兴肃海的祭拜仪式上未能发现黄河真正的源头,但他的发现引起了清政府的重视。 为了探明黄河的真正起源,清朝派下了一名叫阿弥达的官员前往黄河上游进行考察。 阿弥达没有停留在兴肃海,而是一路向西穿越了著名的香唐无人区,到达了黄河上游的卡日曲地区。 在这里,他看到三座巍峨的大山,山上有出的水流便是黄河的源头。 阿弥达的发现,彻底决解黄河源头的争议,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段佳话。 他的勇气和毅力让人们更加了解黄河,也更加尊重这条伟大的河流。 黄河之所以能在中下游地区形成宽阔的河道,是因为在河流行进的过程中,有一系列的河流源头支流和湖泊,不断地为黄河补给水量,同时也为黄河携带了砂石等物质。 其中,最为重要的河源就是黄河的源头,玉树藏族自治区至多县的三江源。 在这里,三条大小不一的河流,昆仑山脉中的唐古拉山,海拔5100米的格尔木山,和海拔5300米的查卡山,分别汇合成一条只有碗口大小的河流,这就是黄河的源头。 但是,只有源头的水流是远远不够的,因为黄河中有地区,还有许多大小不一的湖泊,如青海湖,黑河湖,太阳湖等等。 这些湖泊的形成,一方面是因为河流的侵蚀作用,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地下水的渗透,这些湖泊可以看作是黄河在中途的加油站,为黄河提供了充足的水量和沉积物,使得黄河在中下游地区形成了宽阔的河岛。 总之,黄河在中下游地区之所以能够成为壮观的大江大河,是因为它汇聚了众多河流源头,支流和湖泊的水量和沉积物,这也是中国古代智慧和现代科技共同构筑的丰厚成果, 展示了人类对自然规律认知的不断深入和进步。 尽管黄河在中下游地区形成了宽敞的河道,流逝汹涌,但是它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,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断流。 黄河的自然断流事件最早发生在1972年,当时在山东河段出现了断流现象,这一事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。 在此后的20年间,黄河陆续出现了19年的断流情况,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和影响,断流不仅令下游地区面临严重的供水问题, 也会对中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造成极大的威胁。 近年来,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,黄河断流问题得到了较大程度的缓解, 但是我们仍需保持高度警惕,采取有力的措施保护黄河这条母亲河, 让它继续为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提供源源不断的水资源。 黄河的泥沙淤积是多年来的积累,这主要是由于河流在长期的侵蚀和冲刷的过程中, 将带有大量泥沙颗粒的土壤、石块的物质冲刷到河道内, 长时间的淤积导致了河道的狭窄和淤泥严重, 极大地威胁着黄河流域地区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。 河道的淤积不仅使得河流的水位升高, 导致了河岸的垮塌和绝口的风险, 还会对下游地区的农田和城市造成严重的水灾和生态环境破坏。 同时,泥沙淤积还导致黄河的流速减缓, 使得河水难以将泥沙运输到海洋,从而加剧河道淤积的问题。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,人们开始采取了一系列的治理措施, 比如修建堤坝、清淤、抽沙、导流等, 但治理效果并不理想,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。 总的来说,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, 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, 然而随着人类的发展和经济的迅速发展, 黄河流域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环境问题, 比如断流、水污染、泥沙淤积等等。 我们需要意识到保护黄河的重要性, 积极推动生态文明建设, 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来保护黄河这一宝贵的自然资源, 让我们的母亲河永保生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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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。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